解放军围台演习之际 中方对美日发出重磅信息 收台之际 琉球群岛地位也该好好谈谈了 就在解放军围台演习的时候 针对美日两国 中方也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态度 野草烧不尽 春风吹有声 中国这次可能要把很多麻烦 一次性全部给解决了 中国外交部长助理华春莹 这几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重审了波斯坦公约 关于日本主权的条款 强调从1943年的开罗宣言 到1945年的波斯坦公告 再到联合国2758号决议 1978年中美联合公报 这些历史证据都表明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 随即华春莹 还紧用波斯坦公约的第八条内容 直接就让美日两国不淡定了 因为这条内容规定 日本领土仅限于 本州、北海道、九州 四国几个大的岛内 而美国和日本 思想授数的琉球群岛 显然不在日本现有的领土范围之内 当初美国单方面同意日本托管琉球 但是在旧金山合约中的签字方当中 没有中国更没有苏联 所以这是一份非法的协议 中方拥有充足的法律基础 再次推动联合国宪章中 关于琉球地位的有关条款 让它落实到位 琉球应该回归联合国托管 至于琉球人民要不要独立建国 有琉球人民自己决定 虽然日本长期想琉球移民 推行黄民化交易 但琉球本土的民众 依旧希望获得一个独立建国的机会 而不是作为日本的一个县 而这些年在美国的干预下都没有成功 在台湾问题上 美日两国是挺独反华的主力军 疯狂支持台湾挑衅大陆 美国对台军售 日本高喊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 美国为了自身霸权地位 实施所谓的印太战略 并且拉拢日本当作反华棋子 日本则想利用台海冲突 打破二战枷锁 成为一个正常大国 但是呢 想拿中国台湾省做跳板 中国不可能统一 解放军也不会惯着 在这次解放军进行围台演习的时候 中方就重申 波斯坦公告 显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 正是因为日本从美国手里 非法控制了琉球群岛 才有了插手台湾问题的跳板 这些问题就如同野草一般 如果不把它们烧掉 还会再生 所以收台不是结局 我们还要让日本当局 知道琉球群岛 并不是日本的主权领土 如果日本不知好歹 执意插手台海事物 那琉球的主权问题 也该放到桌面上 好好谈一谈了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加评论 下期见